在舞台2023 周深是什么显眼包 学习显眼包吧 中间学六段舞 真的是不堪入目 而且尤其还学了 咱们Wonder Frame的 烟团舞 太难了吧 我们怎么跳啊 真的是 当场倒地 我们刚刚在看演出的时候 深深一直在那边呐喊 周深 升哥 你干嘛 你在干嘛 我在练电臀呢 来 小鸡小鸡哥哥大 怎么觉得你好像在跟我吵架 用屁股跟我吵架 8月10号晚21点29分 周深在微博 官宣了自己的最新演唱会消息 消息一出 歌迷粉丝瞬间炸了锅 大家震惊于 消息来的突然的同时 也不忘记 立刻开始搜索演唱会 开票的相关信息 大麦上周深感谢专场演唱会的想看人数开始飙升 官宣后仅仅几个小时 想看的人数已经标志了5万 而且目前仅大麦的想看人数已经达到了14.5万人 周深也上了大麦的热搜瓷榜 微博 百度 抖音等各大平台 均出现了周深演唱会相关的热搜词条 可谓是人气高涨 演唱会信息刚刚宣布不到24个小时 大麦想看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放票数量的8倍多 抢票难度可见一般 该演唱会采用的强实名制 需要刷身份证入场 也就是抵制了黄鸟盗麦的机会 抢不抢得到票 全凭手速和运气 这样公开公平的抢票方式自然大受好评 喜欢听周深Live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 据悉 周深此次带北京的感谢专场演唱会是限定专场 歌单会有别于二旬和三旬 是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唱会 此外 由于是歌迷感谢专场 周深还将演唱会的价格定得非常的亲民 在当前 那场动辄2000多 看台最低799起的演唱会市场 周深这样的歌坛顶流 票价低到了399起 最贵的那场也只有1399 可谓是诚意满满 正如他在演唱会的介绍文中写的 深深谢谢你 是你们的陪伴 让周深在音乐旅程中坚持不懈 做快乐自由的歌者 心怀感恩的周深 一直在不予一力的回馈歌迷 除了演唱会票价定价十分的亲民之外 他还精心准备了 包含至少20首遗珠的演唱会歌单 据透露演唱会上 还会有一些新专辑的信息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相信你会后悔说别集这两个字的 我已经别集了六年吧 这几年一直都在怒 好可怕 真的推翻了很多次 我光是唱demo 我都唱了一百多两百多 挺过二专了 我就是个好汉 后面就会轻松一点 因为二专出来 该骂他也骂完了 那你还能想出一些新的骂我的层吗 在几样的情况下 周深会说 周深的命也是命 在我的2023的时候 他们叫我后空翻的时候 我会大喊 周深的命也是命 我无语 那个动作是随便可以模仿的吗 第一个游戏就是 跟着你们的梦子来猜你的歌 这会不会有点太简单啊 往事流转在你眼眸 因为地太低了 往事流转在你眼眸 一边遗忘 一边拼走 弱梦嘛 那我觉得这个词真的很有趣 一边遗忘一边拼走 就很像背书的字 背了这一段 然后一开始忘了 一开始假装一边 眼飞眼离 圈 这是什么啊 花生啊 圈生属堂鸡 泪海 回 哇 好像鱼 这个好难 这是我的歌吗 我没有这首歌吧 泪海斗左 唇除像鱼 什么东西啊 事件名气 啊 看你飞远去 看你离 我刚才回答不是傻呀 我的妈呀 大鱼 婉 что监论 牧 圈 黄 这应该是黄 黄 求 求 嘴 求必 你据牧 吊齊在你回忆 王爷在歌唱 那你再见我 光丽船头海 尘埃中花开 你有看护心吗 我有啊 我有啊 我有看 很好看耶他们 你还想再试一首吗 可以 下一句可词是什么 哦 苍蓝绝的 太难了吧 有 两位 男女主持 男女乐坛赖不知神 周深的现场实力毋庸置疑 无数听过他现场的观众都表示 周深的歌必须听现场 比录音棚板还要好听 日前周深在江西新渝 录制央视七星晚会时 现场拒绝了彩排播放带 人声的伴奏带 不论是彩排几次都坚持真唱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尊重和赞美 正是因为他从初到起对争唱的坚持 对唱功的不懈魔力 和对情感表达的不懈精进 才成就了现在这个开口及经验的 内娱Live之神周深 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即将发布 第三次全国巡演开始之前 举办这样一场别出心裁 票价合理的感谢演唱会 就是周深对歌迷粉丝支持的最好回馈 你们期待吗 虽然如此 小编还是想提醒大家 大家别忘了 周周末可是寒声量满满的两天 首先周六晚上舞台2023 一共舞台即将播出 周深这一次可是有着 比前两期更让人惊喜的表现哦 其次周日11点05分 北京卫视将播出春一的周末时光 节目中将有周深采访和周深相关话题 据说演出后台 周深听说舒南老师就在现场 竟然瞬间化身不明生物 记得观看哦 然后是本周日中午12点 广东卫视广东新闻频道等 飞越广东高质量发展第五期 南沙湾区之星将有周深 霍启刚一起介绍南沙 这应该是同心园的后续或者续篇 最后周末晚上就到了紧张的抢票时间了 预祝所有的生理们都能抢到心仪的票 老师对周深的欣赏源自七年前 你知道吗 就是那天那个周深的一个粉丝 把二零一几年的时候 一个周深参加我的节目的一个视频 就是周深还非常不容易 你在台下刚点点评 点评这样的音乐 我还问了就是 周深你的这样一种特点 就是在那个时候 褒贬出去 有人就很欣赏 有人就觉得 哎呀他这是什么唱法 古里古怪的 然后当时他在台下 他就说说 我听到了天籁一般 他被周深极其的喜爱 他说我记住你了 我记住你的声音了 我将来一定有一首歌要写给你 天空中虽然跳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回忌 谢谢你 太给了 好开心啊 来我们先听听乐评人的 听了周深的这种特别的演绎 你们觉得怎么样 周深我记住你了 那么好的声音 然后声音的气场很好 然后整个声音传达的感情 特别充分 就像这个鲁玉说的 我们都是听着这一首歌 成长起来的毕业季的学生 所以这首歌 给我们留下特别难忘的回忆 你唱的时候我听 谢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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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了